大家好,川普离任的最后一天赦免了班农,我看郭文贵,路德舍,还有一堆的锅蚂蚁们,非常兴奋,说班农先生,出来了,班农先生是很有背景的,川普很仰仗班农先生,等等,这无非就是诈骗犯的自嗨,首先你不要说班农有没有背景了,即便是川普,司法部里还有六七个案子等着他呢,所以很多人也问,川普为什么不赦免自己和他的家人, 这个要赦免啊,首先你要认罪,你没认罪怎么赦免你啊,包括伊万卡和库什纳,之前啊,众议院,对吧,找他们问学了一下啊,但是没有继续往下,为什么没有继续往下走啊,继续往下走就要立案了,对吧,立案的话呀,川普就有可能会赦免他们,所以很多的后招啊,都在等着川普呢,不要说班农了,川普现在都自身难保,已经被民主党追杀成什么样了, 已经社会性死亡了,而且啊,对吧,这个川普也没有打算赦免班农,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吗,对吧,是川普啊,最后和班农通了一通电话,才决定赦免班农的啊,这个原因啊,也非常的简单,就是班农显然有川普的很多的黑料,对吧,川普啊,当年通过共和党的党内初选,班农是功不可没的, 所以班农肯定知道一些什么呀,而且他和郭文贵混久了,也学会了郭文贵,那个所谓的爆料革命的那些,天忧加速,三分针,七分钾,这对刚下台的川普来说啊,是很难承受的啊, 而且,那么班农在接下来的弹劾案当中去国贵作证的话,那川普更是跳进黄河也写不清了,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啊,国贵作证,就是你去说一帮议员还有媒体在那里听,这个呀,也不是严格的司法调查,但是它有很强的法律效率,当然也有很强的政治效应等等吧, 这些议员呀,媒体呀,包括一帮的民众啊,吃瓜呀等等,就像我们看娱乐八卦一样,只要你的爆料啊,有煽动性,对吧,大家愿意听啊,或者说当做阴谋论,信以为真了,那这个事啊,就容易做成真的,所以川普对此还是非常担心的, 第二个呀,这次赦免啊,和郭文贵也没什么关系,首先,川普赦免班农了,但是他没有赦免郭文贵啊,郭文贵一堆案子呢,包括洗钱,诈骗,对吧,还有拜登儿子的硬盘门等等,这些,对吧,郭文贵也都在接受调查呢,所以啊,川普也没有赦免郭文贵,而且一直在华盛顿游说,遣返郭文贵的,叫做布罗伊迪,也同样被赦免了啊,简单说一下啊,这个布罗伊迪啊, 接受调查了,也认罪了啊,他说的就是,为了中国,还有马来西亚的利益等等,游说国会,遣返郭文贵等等,嗯,简单说吧,对吧,我觉得主要还是中国啊,挖了上一个马来西亚,对吧,给了他钱,又让他去游说,遣返郭文贵等等,那你看,川普啊,把布罗伊迪也给赦免了,而且布罗伊迪被赦免,川普可没有最后通什么电话,直接就在名单上, 那么川普啊,似乎更喜欢赦免布罗伊迪啊,所以,这个和郭蚂蚁吹讽的川普啊,很需要郭文贵是不一样的,这个郭蚂蚁这些人呢,对吧,这个说消息啊,往往也说一半,而且根据这一半消息,无限衍生,不说另外一半,布罗伊迪你怎么不说一说呢, 那么第三个呀,川普啊,其实已经失势了啊,这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,而且呢,对班农来说啊,这也是最后的自救吧,如果川普不赦免他的话,班农啊,到时候给抓进监狱里,而且他那个建墙的那个罪啊,也不清啊,应该说是晚节不保, 我看,董王的侄女啊,玛丽,对吧,又发了推特啊,他要求对董王全家赶尽杀绝,说特朗普的成年子女要禁止从政,必须没收特朗普全家的财产,那么特朗普这一家呀,所创立的所有的品牌都要被彻底的销毁,你看董王的侄女多狠呢,这个民主党只是从媒体上让他社会性死亡,董王的侄儿, 侄女啊,对吧,要让他全家彻底的死亡,资产没收,创立的品牌全部取消,对吧,子女啊,禁止从政等等,你看董王的侄女追杀的多狠,但是啊,董王的侄女之前啊,也出了书爆了川普的很多的黑料,但是对吧,很多共和党的媒体,也有很多的证据啊,董王的侄女就是被民主党收买了嘛,这显然也是啊,所以董王的侄女说这番话呀,那也不是平白无故的,背后啊,追杀川普的 佩洛西这个老乌婆的黑暗势力,显然也是这么想的,所以啊,对吧,也包括民主党的啊,众议员AOC等等,纷纷的啊,对吧,点赞啊,董王侄女的推特啊,对此表示非常的满意,而且,对吧,佩洛西啊,其实,呃,拜登上台哪怕这两天啊, 也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做着清除川普遗毒的工作啊,对吧,要彻底的把川普的遗毒给清除掉,所以啊,这个班农啊,对川普来说就是不要给自己添乱,无论是谈何作证,还是配合民主党做五点证人等等,这都是川普所无法承受的啊,第四个呢,呃,拜登啊,对吧, 啊,不久前啊,曾被问过关于他儿子硬盘门的问题,拜登啊,的意思呢,大概就是不太着急啊,按照司法程序,一步一步的往下走,但是美国的这些司法,背后有着很深的政商关系,对吧,既有政治的影响啊,又有很多金钱的影响,等等,呃,我们大家也是非常清楚啊,而且之前吧,你包括看洛杉矶华人网的那个流龙珠啊,虽然很挺穿,但是这个事情上啊,也给你详细的分析了一下啊,呃,这个 这个郭文贵啊,这个硬盘门啊,其实违反了美国的多项的法律啊,而且这些法律啊,其实也不清,对吧,呃,如果川普上台啊,作为手工啊,给他们特赦了,倒也没什么,但是川普没有连任,而且也并没有特赦郭文贵啊,所以郭文贵的问题啊,还是非常的严重的啊,而且啊,呃,其实你说这个拜登的硬盘门真的是断送了拜登吗,其实没有,这只是很多川粉在自嗨, 呃,川普啊,选举失败有很大的因素,就是因为这个硬盘门还有班农被抓啊,我们建墙,对吧,这个违法事件啊,呃,因为啊,拜登儿子硬盘门的事件,马上就反转了啊,证明是黎智英还有他的那个助手啊,前美国中兴局的雇员等等,也包括台湾的绿营啊,还有包括郭文贵,班农等等,他们共同炮制的,而且请了那个拜登的儿子啊,是一个东西, 中欧的色情演员,这个事情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啊,是吧,公开的造这种非常低俗,非常恶俗的假,反而啊,让很多,呃,美国的中间选迷啊,对川普产生了厌恶啊,开始不喜欢他了,你这种事情都造假,你没有诚信了,对吧,你选举程度的一切,你能做吗,你不会的,因为你就是个骗子等等啊,呃, 所以吧,对吧,这个川普啊,选举失败的主要责任啊,对吧,郭文贵啊,是跑不了的啊,其实班农也是跑不了的啊,这也就说明啊,川普为什么并不想特赦班农,只是最后啊,才特赦了班农啊,呃,这也大概能说明吧,川普为什么,对吧,直接啊,就把波罗伊迪 给特赦了啊,川普恨啊,也想赶紧把他们牵翻走吧,在这不纯属给我捣乱吗,一点正事也干不了,呃,而且我们一直看,不管路德社呀,郭文贵呀,还有其他一些小蚂蚁的视频呀,推特呀,在1月6号之前,一直在煽动,让红脖子进京情亡啊,又呼吁大家买枪啊,又讲一些什么美国人民有枪是可以反抗政府等等的这些屁话,但是这些屁话之外呢,对吧,也可以说明啊,1月6日, 红脖子搞的那些事呢,对吧,呃,包括冲击国会市山,啊,冲击美国的,对吧,这个意愿呢,等等,都离不开郭文贵这帮人的怂恿啊,而且这件事情啊,也是民主党追杀川普的最大的借口,所以郭文贵到底是哪头的呀,到底是帮川普还是坑川普啊,这个不好讲啊,但不管怎么讲,对吧,民主党啊,清理川普的遗毒这个事情啊, 对吧,是不会停止的啊,会不停的往下走的,而郭文贵啊,这个所谓的中国富商啊,最终成为背国侠也是必然的,而且,对吧,也因为卷入过深呢,啊,很容易啊,成为真正的背国侠,班农,对吧,也很容易迅速的和郭文贵进行切割,把一切责任都推给郭文贵,第五个啊,就是班农的战情室啊,我看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推特,说是一个有把比, 把柄在中共手里的人,真反共是不可能的,像个眼双黄戏给人看看就不错了,就民主党明目张胆的偷大选的经验来看,我觉得他们戏都懒得眼,这个推特啊,分两部分,后半部分啊,前半部分,说的这个有把柄在中共手里的人,到底是谁啊,有些评论说是拜登,但是,对吧,后面,后半部分呢,说民主党,戏,眼都懒得眼, 显然不是说拜登的吧,我觉得啊,也是暗指郭文贵,其实也很简单啊,班农因为我们建墙这个非法集资项目被抓的,这个项目啊,就是郭文贵,对吧,所主旨的啊,所以班农也会反思啊,对吧,他犯罪走到了今天,臭名昭著, 似乎啊,都是郭文贵在背后设计好的,一步步给下了套的,这个,班农以前不这个样子啊,认识郭文贵之前也不会爆料,对吧,也不会搞非法集资这些事情,这个认识郭文贵之后啊,什么都会了啊,呃,班农这个人啊,也不怎么聪明,也许最开始吧,发现来钱的手段啊,不错啊,是个来钱的手段,但是现在啊,这个钱啊,都被没收了,虽然最被特赦了,但是钱也没了啊,名声也没了啊, 对吧,臭名昭著啊,人才两空,名誉也没了,难道他不想一想吗,难道他不要反思吗,呃,第六个吧,就是和前面说的,那个布罗伊迪啊,这个被特赦的布罗伊迪一直就,呃,被认为吧,他是代表中国利益的啊,让美国遣返郭文贵,背后呢,是有中共指使的啊,所以之前我也录过视频, 纽约时报,也怀疑过这个事情啊,认为郭文贵呢,其实就是中共的间谍,他做的很多事情啊,声音很大,但是你仔细分析,都是破坏美国的反共势力的啊,不管是班农所代表的这些急用,还是我们所知道的轮子呀,还有民运呀,轮子倒是还可以啊,民运对吧,彻底啊,被郭文贵给折腾的快黄摊子了啊,民运这几个人呢,基本都臭了大街了,呃,所以, 啊,这看起来挺矛盾的啊,但其实也不矛盾,那么首先啊,川普的女儿,还有川普在中国有好几家工厂,本身就和我们的利益瓜葛是非常多的,七次啊,在川普的团队当中,中国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啊,所以这难免,是不是一出好戏啊,将极端反共的班农为代表的, 美国的极右势力,一步步的诱入陷阱,将他们污名化,将他们彻底的臭了啊,这个时候啊,这个极右和反共啊,你就挂到一起了,极右臭了,那反共这个目的啊, 也不免让美国啊,不管是左派的呀,还是这个中间派的呀,都在反思啊,对吧,这个反共和极右是挂在一起的, 也在反思啊,这个反共是不是,也是这帮极右的阴谋呢, 而且即便啊,他们也反共,但是没有办法,他必然要清理极右的,清理极右的话,极右所附带的反共这个东西等等,对吧,也会被大大的弱化的啊, 呃,这就举个例子吧,假如有一个人,他想做一件事情,但是同时呢,他又犯了罪了,被警察带走了,那他做的这个事情啊, 哪怕和他这个罪名没有关系,但是也因为他进了监狱了,对吧,他所做的另外的一件事情啊, 也会一并被污名化的,因为你劳改犯这个身份啊,就被定下来了, 美国的这个极右也一样啊,极右和反共一旦挂上一起了,对吧, 然后把极右污名化了,啊,那么导致啊,民主党也好, 美国的中间派也好,讨厌极右,对吧,也从而啊,让反共这个事情啊,就被瓦解掉了啊, 甚至啊,就被慢慢的消化掉了,所以啊,郭文贵啊, 做的这些事情,目的达到了呀,班农就是美国极右, 而且极端反共的这一路人士,班农已经被彻底的污名化了, 哪怕特赦,罪名都在那,因为有罪,所以才特赦吗, 没罪特赦个什么,是不是,啊,而且看民主党啊, 这一轮追杀呀,对吧,民主党也明确的表明,就是追杀极右的啊, 虽然拜登,你不能认为他不反共,但是,但是啊, 哎呀,这个极右和反共挂到一起之后, 拜登,对吧,他反共的,呃,很多的东西啊, 其实也是会被弱化的啊,所以郭文贵的目的也达到了, 那么这个时候啊,需要的是什么呀, 就是把郭文贵安全的送回祖国呀,送回中国大陆啊, 所以就有了布罗伊迪嘛,布罗伊迪就一直在华盛顿游说啊, 把郭文贵遣返给中国大陆等等,你看这个,事情啊,对吧, 全部就串联起来了,串联起来之后啊,就已经非常的完美了, 而且我看推特上有一个当年参加六四的,也是学业领袖啊, 叫做刘刚的推特,他也说啊,这个美国人呢, 也都知道,啊,郭文贵这个中国富商和班农是制造拜登父子, 九英寸改面杖视频的幕后黑手,九英寸改面杖到底是什么呢, 推特上有一个叫苏三章的,他一贯也是极端反共人士啊, 但是现在也在反思,说班农啊,这回就应该和郭文贵保持距离或者断交, 班农如果以后要再帮助川普,就不能和郭文贵太近, 呃,看看别的支持川普的政客,对吧,都没有和郭文贵有来往啊, 因为,他的爆料和做法吧,只能让民主党的媒体, 看笑话啊,和找到无数攻击的把柄, 呃,苏三章的这种说法啊,在他这个圈子里啊, 在他这个极端反共的圈子里啊, 很多人现在都在认同,都在反思啊, 包括苏三章之前是支持爆料革命的, 你看这个网友啊, 郭文贵的网友也在反思这个事情啊, 对吧, 呃,也在考虑这个事情啊, 沾锅必死呢, 他搞的这些, 对吧,又下流又肮脏又非法, 你不管是什么目的, 你一旦沾上了他, 你这个目的就实现不了了, 你这个目的也会被污名化的, 所以吧,综合上面所说的这些, 川普特赦班农和郭文贵毫无关系, 相反, 如果班农有脑子的话呀, 就会迅速的和郭文贵进行切割, 因为班农进监狱的我们建墙的项目啊, 就是郭文贵在幕后推动的嘛, 包括拜登儿子的硬盘门事件的翻转, 都让川普在中间派当中迅速失去了支持, 对吧, 因为这个硬盘门啊, 就是非常下流的造假的手段, 而且这种手段啊, 毫无道德, 让班农为代表的白佑遭到极大的污名化, 如果他们继续搞在一起的话, 郭文贵还会有更多下流的阴谋的手段, 在等着班农呢, 那么下一次啊, 还有谁来保释班农呢? 显然是没有了, 所以作为班农来讲, 也是要考虑考虑的啊, 我觉得班农, 对吧, 一定会考虑的, 对吧, 包括看一些, 对吧, 这个极端反共的人士的这些说法啊, 班农啊, 也在考虑, 对吧, 远离郭文贵, 甚至和他断绝关系, 尤其是啊, 班农, 他要想尽办法, 硬拗, 对吧, 被川普特赦的这些罪名的, 但事实上这些罪名啊, 在司法上都是成立的, 硬拗不掉的, 最后啊, 难免要推给这个中国富商啊, 所以这个戏啊, 还是挺大的啊, 这个郭文贵啊, 哎呀, 你很难看出来, 他到底是个什么人, 到底是真的尊重班农先生啊, 还是利用班农啊, 用一些龌龊的手段, 对吧, 把这些极右反共的, 美国势力啊, 给彻底的推入火坑, 那好, 今天的视频就录完了,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Summit市场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